大家好,众所周知,在现代化工业生产过程中,为了实现各种生产工艺过程,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机械。 而大多数生产机械均采用电力拖动。 本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三项一部电动机及其电力拖动的第一个任务,三项一部电动机的结构及原理。 学习三项一部电动机,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三项一部电动机的外形与结构。 二、三项一部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三、三项一部电动机名牌。 首先,我将为大家讲解电动机的外形与结构这一部分。 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动力设备,应用十分广泛。 它具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兼顾耐用、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 一部电动机主要有单项一部电动机和三项一部电动机。 单项一部电动机采用的是220伏单项交流电源供电, 适用于小型工业设备、医疗器械及家用电器, 比如洗衣机、电风扇、空调等。 三项一部电动机在各种电动机中应用最广,需求量最大。 在工业生产、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国防工业等电力拖动的装置中, 有90%采用三项一部电动机。 所以,接下来,我们以三项一部电动机为例, 详细地讲解电动机的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 三项一部电动机的种类很多, 从不同角度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如果按转子绕组结构分类的话, 有龙形一部电动机和绕线一部电动机两类。 如果按机壳的防护形式分类, 有防护式、封闭式和开启式, 还可以按电动机容量大小、冷却方式等分类。 在这里就不注意进行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讲解三项一部电动机的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 无论一部电动机的分类如何, 各类一部电动机的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 它们都是由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 转子装在定子的枪内, 为了保证转子能在定子内自由地转动, 定子和转子之间必须有间隙, 称为空气系。 一部电动机的空气系很小, 一般为0.2到2毫米。 此外, 在定子两端还装有端盖、风扇等。 下面介绍各主要部件的结构及作用。 首先看定子部分。 电动机的静止部分称为定子, 能够产生旋转磁场。 它是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 基座和端盖等组成。 定子铁芯是电动机磁路的一部分, 并放置定子绕组。 为了减小定子铁芯中的损耗, 铁芯一般用厚0.35到0.5毫米, 表面有绝缘层的硅钢片、 冲片、叠桩而成, 放在基座内。 这个图片展示的是定子铁芯冲片的具体结构。 在铁芯的内表面分布有与转轴平行的槽, 用来安放定子绕组。 定子绕组是异部电动机的电路部分, 由三项对称绕组组成, 用绝缘铜线或铝线绕制而成。 三个外形、尺寸、杂数都完全相同, 手端彼此互相间隔120度, 对称地放置到定子槽内的三个独立的绕组。 定子三项绕组的接线方法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三项一部电动机定子绕组的三个手端, U1、V1、W1和三个尾端, U2、V2、W2都从基座上的接线盒中引出。 星形接法,尾端连接到一点, 三角形接法,手尾端相连。 一般功率在3000瓦以下者采用星形接法, 在4000瓦以上者采用三角形接法。 基座的作用是支撑定子铁芯和固定整个电机, 并以前后端盖支撑转子轴。 基座常用铸铁和铸钢支撑, 大型一部电动机基座一般用钢板焊成, 微型电动机的基座采用助铝键。 此外,一部电动机的基座还作为主磁路的组成部分, 电机的端盖装在基座的两端, 起着保护电机铁芯和绕组端部的作用。 转子是电动机的旋转部分, 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转轴和风扇等组成, 主要用来产生旋转密锯, 拖动生产机械旋转, 完成电能到机械能的转换。 整个转子靠轴承和端盖支撑着, 转轴一般由中碳钢支撑, 其作用是固定转子铁芯和传递功率。 转子铁芯也属于磁路的一部分, 一般用0.5毫米的硅钢片叠压而成, 转子铁芯固定在转轴或支架上, 整个转子铁芯呈圆柱形。 转子扰组产生感应电流, 形成电磁转锯, 推动转轴在电磁力锯作用下旋转。 转子扰组分为鼠龙型转子和扰线型转子。 这是鼠龙式转子在转子铁芯槽中, 穿入几根未包绝远的铜条。 在铁芯两端槽的出口处, 用短路铜环把它们连接起来。 如果去掉铁芯, 整个扰组的外形就像一个鼠龙, 故称为鼠龙式转子。 鼠龙型电机结构简单、制作方便, 是一种经济耐用的电机, 可积极推广。 我们看到的两个图片分别是 同条转子扰组和助力转子扰组。 这是扰线式转子, 用绝缘导线制成线圈, 嵌入转子槽中, 再接成三项扰组, 一般接成星形。 转子的一端装有三个滑环, 称极电环。 转子扰组可以通过极电环和电刷 与外部电路相连, 以改善启动性能或调节电机转速。 扰线式转子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极电环和电刷 串入外加电阻, 以改善电机的启动性能 和实现小范围内调速。 其缺点是结构较复杂, 价格较贵,运行较差。 电动机的定转子之间的空气间隔 称为气系。 气系的大小对三项一部电动机的 运行性能影响很大。 气系大,则磁组大, 力磁电流就大, 导致功率因数降低。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气系应该小些, 但是如果气系太小, 又会使装配困难。 转子与定子发生机械摩擦的现象。 兼顾各方面的因素, 三项一部电动机的气系 一般取0.2到2毫米。 以上内容便是三项一部电动机的 结构组成。 那么,三项一部电动机 是如何为我们提供动力的呢? 这些问题我们留到 下次课当中进行。 本节课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